外丁堡是一座古城, 皇山建築 西面是鑽灵的外丁堡城堡 而東面是皇宮 兩者相隔一英里 就是鑽灵的皇家大道 因為幾百年來 很多皇家的貴族公子和淑女 就拿著一把傘和騎著馬車 在街上試意散步 到了今天當然沒有皇親國戚 皇家英里大道 現在已經充滿精品店 開放給平民百姓 來得大家齊齊開心、happy、自由行 在愛丁堡這些這麼優秀文明的城鎮自由行 是真正自由的 絕對沒有靈團廢這些東西 也不會有一些導遊 像懲教處職員一樣 押入一些指定的商鋪 強姦性購物 也不需要擔心被人 扔下在碼頭那裡賣豬仔 在這裡可以自己選擇 喜歡的紀念品 如果不對 看看都沒有所謂 慢慢走慢慢選 消磨時間 都是一種旅遊的遊行樂趣 都是一種旅遊的遊行樂趣 因為愛丁堡是一個山城 山頭上有一條皇家大道 還有教堂 那時候為了方便山腳的民居 走上來聽道 所以看著皇家大道 就有很多條通到山腳底的小巷 這些古巷 今天看來有些鬼氣陰森 而小說哈利波特的女作家 J.K.羅林 在愛丁堡那裡住過 拿過救濟金 她平時流連在這些古舊的街道之間 就得到很多鬼怪思想的聯想和靈感 於是寫了著名的 哈利波特鬼怪奇幻小說系列 有些科幻小說說 這些叫做close的窄巷 是可以通到世界盡頭的 而且這些小巷大部分都很窄 有些只有一公尺寬 每一個小路口都有個名 叫做什麼close 一半尺隧道一半尺窄巷 是愛丁堡特產 主要是因為這裡人口一度增長得太快 政府向邪波發展 利用這些通道 給住在邪波的居民 方便出入皇家大道 在愛丁堡自由行 就要留意一下這些close的路牌 因為每一條close都有自己的故事 這裡就是愛丁堡幾百年來 著名的市中心 在教堂前面還有一個市集的廣場 一個國家社會有沒有民主 往往看看有沒有一座教堂 和前面的一座廣場 因為有廣場自然有很多人聚集 另外還有政府官員 會站在這裡宣佈一些重大的政策 和稅收的決定 有些政治異見的人士 都會站在這裡演講 就是地下這個心形的地點 連那些死囚 處缺斬頭 都是指定在這個地方舉行的 那時候在倫敦 政府有什麼決定 是要三天才來到愛丁堡的 當時是不會有貓頭鷹 擔領封信走進來飯堂的 而是快馬加鞭 幾天的時間 愛丁堡的人 就會在這一書 豎起耳朵聽著 中央政府有什麼政策 對自己有益 還是有害了 今天在這個心形圖安附近 或者其他行陽路 都會看到有人站在這裡 他們不是政客 而是在這裡表演找兩餐的 街頭藝術家 即使日曬雨淋 自立謀生 這種情操都是很高尚的 不給人家一磅半角 又怎麼過意得去呢? 這些不是黑食 因為他們吃的不是蝦餃燒賣 而是很特別的品牌 蘇格蘭的點心 是這一種著名的牛油曲奇 英文叫做Scottish Shortbread 為什麼叫做Shortbread呢? 因為它兼有麵包、蛋糕 和餅乾三種點心的特色 放很重的牛油 加上麵粉和糖 來造成這一種 可以喝下午茶的 一種很可口的糕點 蘇格蘭的這隻曲奇 是由一個蘇格蘭的農夫 在家裡自己製造小孩 製造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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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發明了這一隻 蘇格蘭曲奇餅 後來它慢慢把生意擴大 一百年以來 已經變成了蘇格蘭的一個 國家點心的品牌 這隻蘇格蘭名點 源自農村 想不到今天舉世聞名 好像這個造餅師傅一樣 他本來可能在油政署 是負責打印的 做油差做得厭 就走來這裏印餅仔 而這一位 以前隨時是一個雜技演員 而這一位的手勢 就十足好像拍電視劇 在那裏撒雪花一樣 這一隻蘇格蘭點心 越來越好買 少些人手都弄不完 不過看來 就真的有句說話 叫做近廚得食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越接近完成工序的工人 身形就越肥 肉食 一,咬一一根餅 ,看看這句,過世日辰 真是人生一個很特別的享受 出來也是見到 剛才那兩位街頭的音樂家 嘩,世界加盲 真是難擠食 不過說到吃 來到愛丁堡 一定要去一去 一間最奇妒古怪的餐廳 英国是一个自由宽容的国家 除了科学、理性和法治之外 另外还有很多人相信 有鬼魂、精灵和巫术 不要忘记英国除了牛敦之外 还有写哈利波特小说系列的 著名巫术女作家罗林 好像这间餐厅那样充满一种诡异的浪漫气氛 敢不敢带你的女朋友来到这里 烛光晚餐 铁上个红肉扒 然后向她提出求婚 会不会问问一下 看看对面这位女友的样子 面色慢慢转为蓝蓝的 原来你是和一个女巫在吃饭 我们上去看一看 这间餐厅出名气氛阴森 装修古怪 不过国际名人 包括明星职尼高迅 和做尖士邦的皮艾士布斯南 都个个来到这树 曾经找过灵感 和做座上的食客 这间女巫餐厅进来气氛阴森 还有个鬼王的雕像 好像餐厅老板那样 在这里吃饭的人 我想都是喜欢 吃到牛扒都背脊骨落的了 而人世界相对铁扒 会不会铁一铁 看到旁边多了一只 带着金戒指的手 也都在铁一份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恐怖片 和性好近精灵 心理学家分析 除了是一种自弱的 SM快感心理之外 还有很多人心底里面 有焦虑的心魔 所以就造就了这间 女巫的主题餐厅 而在爱丁堡 除了很多鬼屋的旅行团 还有一只叫女巫一日游 在黄昏时分 天都未黑 爱丁堡最出名的节目 就是参加撞鬼团 到处都有这些专家引渡 带我们去看一些 以前向女巫私刑 好像劫手指的地方 和凝聚 这种手法极为残忍 当时的女巫 被人劫手指 或者判处火翼 逢见到地下 有一个W的字牌 就是当年迫害女巫的地方 这些地点晚上特别猛鬼 不过到了每年八月尾 这些看鬼团 就开始没什么生意 因为每年八月 就是爱丁堡节的盛事 谢谢大家 他有幾個特點 第一, 全部都是木造 連車輪都是 第二, 居然沒有單車鏈 最重要的是, 連煞車器也沒有 這輛單車怎樣走斜路呢 我想都是撞死很多人了 金牙煙的大小輛單車 是誰發明的呢? 蘇格蘭皇室給食物 就不是每個人噎得下的 好吃嗎? 跟TVB打一份工, 又有客戶贊助 你問我好不好吃 我當然是說不好吃的